因為他有兩個小孩呢 所以他必須要規劃出另外一間第三個房間 第三個房間就是 不到三坪 只有兩坪 左右的一個空間 我們要放得下這些收納的部分 所以我們各位來看一下他怎麼樣去規劃他的收納 為了避免 鏡子 照到床的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在這個裡面我們有做了一個 為什麼我們會把門坐在中間 為什麼這個地方牆壁敲起來是空心的 為什麼在這邊會出現一個穿衣鏡 在設計像這樣的一個公射比這麼高的房子的情況下 你一定要 大家好我是紅杰設計的設計總監章一德 我們今天來到了龜山的第三個案場 也是新城屋 我們今天正在做清潔打掃 這邊的這個案子比較特別 他全狀是大概差不多36坪 然後室內大概只有23坪左右 本來他是只有兩個房間 因為他有兩個小孩呢 所以他必須要規劃出另外一間 第三個房間 第三個房間就是 這個後面 後面是房間的空間這樣子 我們用新隔間幫他隔住 另外第三個房間出來 這個地方有一個穿衣鏡 你有沒有發現為什麼在這邊會出現一個穿衣鏡 除了他是玄關的一個 通道路口之外 這裡有個電箱 所以呢為了要把這個電箱遮住 我們要把這個穿衣鏡坐在這個裡面 讓他可以 讓他可以做一個 複合的使用 不單是可以遮電箱 而且還可以用穿衣鏡的方式來演示這個 電箱的這個木箱 讓空間看起來不會有那麼大的一個壓迫感 客餐廳的部分相對的 客廳的部分會變得比較窄 距離比較近 餐廳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整個空間的設計上 他要兼具收納 還有動線上要能夠順暢 因此我們在這個 隔間的部分呢 我們就把它盡量能縮小 然後放了下一張床 宿座跟衣櫃 不到三坪 只有兩坪 左右的一個空間 我們要放了下這些收納的部分 所以我們各位來看一下他怎麼樣去規劃他的收納 首先我們來到主臥室 主臥室的這邊呢 他一樣他有做系統的收納床櫃 就是底下有抽屜 然後還有一些地方 擋住的部分我們會做上纖的部分 上纖他底下就可以做其他的一些大型物件的收納 那衣櫃的部分呢 我們都是一樣 頂到天花板 因為他這個是10樓以上的建築有消防灑水管 所以整個天花板都有包覆起來 這個地方 他的衣櫃全部都是頂到天花板 所有的櫃子都頂貼的 那在床頭的部分呢 我們有幫他設插座 然後有開關 晚上如果要滑手機什麼的 這邊有燈可以照明 因為沒有地方可以放書桌 可是又不想要背對著外面 那又想要有書桌化妝台呢 所以呢 這個地方 我們為了避免 鏡子 照到床的這個記憶會 所以我們在這個裡面 我們有做了一個 化妝鏡 這是需要用的時候才可以把它打開 裡面可以放一些 化妝品保養品 瓶瓶罐罐的 然後要用的時候打開 不用的時候就可以把門關起來 鏡子就不會對到床 有的設計是會做上纖的 但是有人不喜歡用上纖的 他希望可以 藏起來 就是做在這裡面 所以 化妝鏡 通常來講 我們如果希望說能夠 不要對著床一般兩種做法 一種是做這種 長鏡子在門裡面 一個是做上纖的做法 這樣子 接著呢我們來到了赤臥室 這個是女生的房間 赤臥室一樣 它有一個雙人床 然後呢 它有一個後面的床後的 收納櫃 我們有預留這個足夠的走道 可以讓它可以在這邊活動 然後呢 這個 櫃子的部分呢 我們會注意到 它不是往上開的 因為往上開到底下的部分 太高東西不好拿 我們這邊的設計呢是往前開的 就是避開床墊的高度 所以呢 這裡面可以做收納 然後呢 平常上面擺東西也不會影響到 它這個也是緩降式的一個五巾 所以在使用的時候 切記緩降的五巾 不要用手刻意去壓它 否則那個五巾很快就漏油 就沒有緩降功能了 那這邊的設計呢 旁邊有一個書桌 因為小孩子 他需要有一個書桌 打開來裡面就是放他的一些 書籍跟雜物 後面旁邊這一組就是衣� 衣櫃 我們把書桌書櫃去做一個結合 這個空間呢 就可以完整的使用到 而且不會浪費 裡面呢這邊就可以放他的一個 其他書包或者文具可以放在這個 地方 我們這邊有做線孔 如果有一些插座 就不會整個桌面上看到一堆線 跑到桌面上 最後我們來到這個最小的房間 為什麼我們會把門 坐在中間 因為這樣的規劃動線就是一邊 可以放書桌 另外這一邊就是衣� 所有的尺寸都是經過計算的 所有的尺寸都是經過計算的 所以呢如果我們在設計像這樣 另外隔出來的房間的時候 盡可能不要把這個門開單邊 開單邊你在使用上就會受到局限 那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就是 採取中間開門 兩側做收納 或者其他用途的使用 床主呢就在這個地方 床頭不會對到 門口 所以我們也是有在 風水的禁忌上面 去做一個考量 床後面呢 有一個小的樑 所以我們做一個床後面的床頭箱 就可以遮住這個樑 這個底下也是系統床 你會發現它這邊都是系統床架 在使用上面呢 可以做到最大的利用 比較特別的是 你看一下這個地方 為什麼這個地方 牆壁敲起來空心的 因為很多大樓 它都是做景觀窗 景觀窗就是說 不只上面這個窗戶 它底下還有一個 不能開的一個 窗戶的採光 那為什麼我們要把它封起來 因為 床 跟床墊放下去之後 高度會超過這個窗戶 這個時候如果你做窗簾 就會被床墊卡住 窗簾就沒辦法完全遮住 這個窗戶的玻璃 而且你的東西 很容易掉到這個窗戶的縫隙裡面 很難去拿到 然後呢 很容易卡灰塵及髒汙 所以呢 我們為了要 配合這個床跟床墊 靠牆壁放的情況之下 它高度會高過這個玻璃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設計 這樣一個風窗的動作 讓窗簾可以遮下來 不但可以完全的遮光 還不會去卡到床墊 讓你在操作這個窗簾的時候 不會有這個阻礙的情況發生 因為現在的房子絕大多數 公設比例都很高 所以呢在我們 設計房子的時候 除了兼具它的收納用途之外 還要讓整個空間 看起來不會有壓迫感 所以在整個設計上面 一些比較 不好使用到的空間 我們會利用設計的一些 巧思幫它去避開這些問題 而且可以讓空間的使用 可以盡量多元化 然後讓空間的動線呢 也不會因為這麼多的收納 而產生了一個不方便的使用 我們所有的空間尺寸 我們都經過精密的計算 都會把 整個客戶的需求都 考慮進去包括家庭成員的一個 狀況像這個房子 裡面有兩個小朋友 我們在設計的部分 都會注意這個圓角 所以呢如果說你今天 在設計上這樣的一個 公設比這麼高的房子的情況下 你一定要 在整個 尺寸空間的這個需求上面 一定要跟設計師做好良好的溝通 這樣才不會在 做了一堆東西之後發現 使用上非常的不方便 而且 讓空間看起來很壓迫 對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如果有什麼樣 不了解的地方或者想要 知道更多 針對這種小空間的一個設計呢 你可以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幫我們按讚 訂閱跟分享 今天節目就介紹到這裡 這裡有我們這次影片的 相關連結以及我們的聯繫方式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